欢迎收看寒天新闻 我是子冬 接下来一起关注美国国内消息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正在建立一个高级别的中国任务中心 以便更好的聚焦于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和威胁 既加强针对北京的情报收集 又强化针对中国的反情报作业 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星期三十月六日 在向中情局的内部人员发表的一次谈话中表示 设立新的中国任务中心是进一步加强我们集体的工作 以应对我们的21世纪面对的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 即越来越敌对的中国政府努力的一部分 伯恩斯表示他所设立的中国任务中心 跨越中情局所在的任务领域 但他强调中情局关切的是来自中国政府 而不是人民的威胁 路透社引述一位中情局高层官员的话说 新建的中国任务中心与冷战时期聚焦苏联 以及纽约和华盛顿遭遇911后 聚焦反恐的中情局运作是相一致的 美国中情局从未单独设立过如此高级别的中国任务正心 即使在前总统川普和他的高层官员强力抨击中国之后 也没有这么做过 华盛顿邮报也引述不具名中情局资深官员的话 报道说虽然中情局设立新的中国任务中心 与冷战时期中情局聚焦苏联的做法有些相似 但是中国其实是一个更可怕而复杂的对手 原因是中国的经济体量更大 而且完全与美国经济融合 此外中国自己的全球也有朋友圈 华盛顿邮报说 就像当初针对苏联一样 中情局将在全球多个国家部署探员 语言学家技术员和专家收集情报 并抗击中国的利益 中情局还将招募和训练更多的说普通话的人员 博文斯本人现在每个星期 也都要与中国任务中心主任 以及中情局其他主管官员开会 以形成一个统一完善的战略 长期以来 针对中国的情报收集和反情报作业 一直隶属于中情局 东亚太平洋任务中心 而设立单独的中国任务中心 不仅常态性的将中国作为优先目标聚焦中国 而且更容易为与中国相关的行动或任务 争取到包括人员和资金在内的资源 以及政府高层的关注 博文聚名的中情局官员透露 中情局最新一轮机构调整 属于今天的今年春天 今年八月份 就在多家媒体引述不拘命中情局官员的话报道说 中情局正在酝酿设立一个全新的中国任务中心 根据媒体报道 中情局目前设有反谍报反恐和进东任务中心 川普总统在任为了更好地处理美国与伊朗和朝鲜的关系 还增加了一个伊朗人务中心和一个朝鲜人务中心 不过在中情局新一轮机构的重逐中 在增加中国人务中心的同时 伊朗人务中心将合并到覆盖范围更广的中东中心 而朝鲜人务中心也将回归于东亚太平洋中心 在邦登总统入度白宫的前半年多时间 美中关系持续恶化 美方指责北京在新疆香港等侵犯人权和自由 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台海升高紧张情势 而北京则抨击美国勾连盟友 围堵中国并压制中国的崛起 双方经常隔空交火 建法路争 不过自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9日通话 表示要改善沟通交流负责任的管控双边分歧 不让战略竞争演变成冲突之后 双方气氛略有环和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星期三与中国中央政治委员 中国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 在瑞士苏黎市举行了长达六个小时的会谈 进一步明确改善沟通的重要性 并且确定要在年底之前 安排拜登与习近平举行首次视频高峰会议 伯恩斯在向中情局内部人员发表谈话中 还宣布设立一个全新的首席技术官位置 和一个全新的跨国与技术任务中心 不具名的官员向路透社表示 该中心将密切关注包括全球卫生 气候变化 人道灾难以及新技术作乱在内的各项议题 中情局还将设立一个进修计划 鼓励合格的中情局雇员前往私人企业担任一两年的技术研究人员 此外中情局已经设立一个事件小组 负责应对被称为哈瓦那政务群的神秘疾病 美国外交官和特工最早在哈瓦那遭到了这种神秘疾病的袭击 产生头晕而名以及疲惫等不失的反应 在奥巴马总统担任中情局局长的布伦南在接受华盛顿邮保访问时说 赞扬伯恩斯设立中国任务中心的举措 如果有任何国家值得为其设立任务中心 那就是中国 中国不仅具有全球野心 而且对美国利益和国际秩序构成了最大的挑战 布伦南说 对中国一直持鹰派立场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对中情局设立中国任务中心的举措表示欢迎 这位参议院情报委员资深议员在一项声明中表示 中国共产党构成威胁是真实而增长中的 他强调我们政府的每一个部门都需要在信息结构和行动上 反映出这种大国间的竞争 洛杉矶市议会周三10月6日通过了迄今为止全美最严的疫苗令 要求光顾弱势室内餐厅酒吧健身房购物中心 娱乐场所和个人护理机构的成年人提供完整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证明 若山西市市长贾希迪随后签署该条例以11比2获得通过 但议员乔布斯卡诺和约翰里持反对意见 另外两名议员缺席由于未达12票门槛 该条例将在发布一个月后生效 最早11月6日 而议会原希望11月4日生效的新条例 将适用于提供食品和饮料健身 以及娱乐休闲场所 包括电影院购物中心和个人护理场所 但不包括杂货店和药房等零售场所 真诚的持有宗教信仰或医疗条件不适合者可豁免 豁免资格由个别商家进行审查 但是获得豁免的人也只能使用商家提供的户外区域 如果没有户外区域 也可能允许提供测试阴性的文件来进入室内 据CNS报道 室内会议主席马丁内斯此前表示 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对那些一打疫苗 并戴口罩做出贡献的人施加限制 现在我们既需要防病毒传播 也需要让未接种疫苗的人赶到入场 不易避免危及生命赌注太高了 贾希迪于议会表决后在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 为更多的洛杉矶人接种疫苗 是我们摆脱这种大流行病的唯一途径 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继续提高疫苗数字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已表明 完全接种疫苗的人仍然能感染并传播病毒 尽管需要住院或死亡的可能性很小 CDC还表示一些证据表明 在传染力更强的Delta变异的传播方面 完全接种疫苗的人感染后似乎比未接种疫苗感染后传播的更快 洛杉矶县周四起开始实施室内疫苗令 但试用范围仅限于酒吧 啤酒厂和酿酒厂的员工和顾客 实施初期要求完成部分接种疫苗者 11月4日后要求完全接种 洛杉的法令严格程度类似于洗好莱坞 纽约和旧金山的政策 洗好莱坞周四起要求进入室内的顾客 完全完成部分疫苗接种 11月4日后完全接种 洛杉新令还规定举行5000人以上的户外活动时 需要检查阴性或疫苗接种证明 洛杉这项规定也比洛杉万人以上的要求更严格 洛杉矶地区商会在洛杉条例通过后发表一则声明说 商会担心该政策与洛杉政府的要求不一致 我们对市议会的条例感到担忧 因为它与洛杉矶县的卫生指令不一致 这可能会给那些已经在处理多种防疫令的企业带来混乱 商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萨利纳斯说 洛杉首席立法分析师上周告诉市议员 尚未执行该法令的部门 但表示建筑和安全部门最相关 尽管该部门并未配执行执法人员 落实一计划11月29日就开始执法 商家第二次违规会处以1000元的罚款 第三次违规处以2000元 第四次违规处以5000元的罚款 以上是国内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